之前发生在中西部的水患号称百年来最严重 甚至在爱荷华就是五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为了为这些水患的灾区申源 全美国的慈禧职工全部都动员起来 为水患灾民警分析令 而其中在新泽西的慈禧职工 他们特别经过了非常繁复的申请手续之后 前进到知名的普林斯顿大学进行了券目 还有在新泽西的雪松林市府 在游行庆祝建立一百周年的时候 职工们受邀参加 也利用这个很好的机缘却摸爱心 热闹的古月声 新泽西雪松林的市府庆祝建立一百周年 扩大举办游行庆典 由于这的慈禧人长期生根社区 队伍中也看到职工身影 我们在这里已经前后有八年的时间 在过去八年当中 我们配合趟的需要 参加当地区的不同各种活动 他们对我们有了解 所以我们这次事实上是 几乎是被邀请而来的 虽然受邀而来 不过志工奠记着自己的任务 就是要为中西部的水患灾民募款 大大的宣传海报 不但引起居民的询问 还有小女孩自动自发的投下善款 要鞠躬哦 师兄 90度捧着箱子 向小小朋友劝募爱心 爱丽生慈禧人的行动来到超市 志工也让年仅三岁半的孩子体验募款 效果绝佳 立即让两位妈妈响应 音乐声飘扬 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音乐会 新泽西志工的劝募 首次前进到这知名大学 能够被校方核准 慈禧人可是经过反复的申请 不过努力终究是值得的 瞧 这位孩子已经走过去 又专程走回来投下纸钞 根据来自灾区的民众形容 水患灾情得不到媒体的重视和报导 许多民众根本不知道灾情的严重 志工助力街头雀幕 此刻也明白媒体的使命 和暴征导政的重要性 呆新闻综合报导